另外也是一個連帶也是在北投 市長您知道丹鳳山吧 丹鳳山在北投 就在我們齊岩社區的山上 您看見台灣 這個週末有沒有去看 還是沒時間看 我下禮拜二去看 下禮拜會帶大家一起去看 我再次提醒您 我再次把我真的感觸很深的 這段話告訴您 沒有人可以有權利繼續我行我訴 在我們的山林裡開場破度 沒有人可以有權利 這麼的貪婪利益利欲熏心 在我們的土地上殺雞取卵 我現在非常沉痛的就告訴您 我們所擔憂的 看見台灣這部電影 告訴我們的教訓 都會在這裡活生生血淋淋的上演 那個社會局可以先請回 謝謝 社會局先下去 來下一頁 丹鳳山是一個非常具有生態景觀 直批的多樣性也好 生態的多樣性也好 地景的多樣性都是非常珍貴的 編局長您去過嗎 編局長 哪裡 丹鳳山 有去過 前陣子您也才去巡過嗎 對我去過 江副市長您去過嗎 保險網沒有去過 我建議您去走 這個是非常珍貴在台北僅存的地景珍貴的地方 還有生態珍貴的地方 就是我把它所有的生態漫步的 包括直批的 包括物種的 包括文化資產的 包括自然地景的都裸列出來 來下一頁 前陣子丹鳳山火災了 市長您知道嗎 他們有跟我報 時間暫停 請消防局的廖局長 今年九月八號火災燒毀了千坪的林地 我昨天前天還又上山去看 真的看得很難過的 請問現在的火災鑑定的結果是什麼樣造勢的原因 我們鑑定的人到了現場看 我們不排斥可能是燃地問題造成的 蛤 燃地 燃地 是 那這些事情都沒有辦法防範是嗎 有沒有辦法未來在尋山的動作 消防獄警的動作來防範 因為它短短六七個小時 我們燒掉了千坪的林地 整個山幾乎燒掉三分之一吧 我們多少珍貴的地景 珍貴的直批物種都被燒光了 都被燒光了 來我們回到前一頁 泡泡的前一頁 前一頁你有一些那個三角斷層的那個部分 好好 沒關係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火災完的現況 市長 它應該是林木非常的翠綠 它應該是非常多的 我們的珍貴物種都在這裡的 現在變這樣 這是我禮拜六又上去一次 好 下一頁 它的整個地址 我今天跟你講自然地景 你看看哦 它有三角斷崖在這裡 它有夾梅層在這裡 它有龍生湖穴地形在這裡 它有一塊地方叫黃金巨場 這也是因為我們地層作用造成的珍貴地景 它還有當初我們的齊里岸打石文化都在這裡 遺址在這裡 它有黎冰湖穴的地形 台灣只有這個地方有 都在我們珍貴的丹鳳山上來下野 很快的跟您簡報 龍生沿床的湖穴 一般來講這種湖穴地形 要在河邊才看得到 但是全台灣只有一個地方的湖穴 是在我們齊岩山山上 齊岩山山上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可以看到 河邊湖穴的地景 所以這應該列為國家級的地景保護區 學者不斷的主張 來下一個 禮病沿床湖穴也是一樣 在丹鳳山上分為南北兩帶兩段 北方的面積大發育完整 而南方的小兒殘缺 那很重要的也是因為我們保護不利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黃金劇場 台北的這個古地層 第二老的 我們丹鳳山就屬於第二老的這種地層 它是叫做木山岩 而丹鳳山整個地景裡頭 由木山岩的粉砂岩跟葉岩構成 會構成這樣子非常特別的一個結構文理 這叫黃金劇場 地質專家都知道 來 下一頁 丹鳳山也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三角斷崖 那這也是地層隆起造成的 造山運動造成的 非常珍貴 這麼大的巨石 因為它硬度較高 所以維持高角度而不墜 這是丹鳳山 再來 夾梅層 這個也是千萬年前的薄梅層 然後就是非常珍貴的一個 沉積環境造成的 這你們都可以在文獻上看到 來 再來 那剛剛講的非常珍貴的打石聚落 在我們丹鳳山上 吉利安州 就是我們說的七里岸石 這是應該國家介入保護的重要的文化資產 來 下一頁 植坪多樣性 可以在整個山上看到低海拔的植坪 可以看到中高海拔的植物 甚至可以在丹鳳山上看到海岸植物 可以在丹鳳山上看到 而且丹鳳山過去常常火災 不曉為什麼常常火災 這是消防局要全力協助的 以至於大自然會找到一條出路 火燒山的先驅植物在這裡都長成了 這是植坪多樣性 好 下一頁 有植坪多樣性當然就有生物的多樣性 我就不贅述了 所以台北不只是做城市 也是做森林 市長 這個廣告您看了您感覺如何 其實我覺得從整個台北市長遠發展來講 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主要的道路上 盡量把它變成林英大道 廣直樹木是台北市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是不要捨盡求遠 我們已經有的自然山林 就要保護它 當然要保護 對 市長 這個不折不扣 是山上建案建商的廣告 台北不只是做城市更是做森林 這個是建商來炒作丹鳳山豪宅的廣告 非常的諷刺 下一頁 目前至少有七個案子在開發 這麼珍貴的自然地景群聚的丹鳳山上 這麼珍貴的植坯多樣性 林立的丹鳳山上 已經有七個案子在進行了 美瓶開架到八十萬 森林不見了 豪宅入侵了 如果您已經去看過 看見台灣這部電影 您就知道 我們要阻止這種開發行為 炒作到美瓶八十萬 八十萬 我上山去看 到處都是這種大型機具在丹鳳山上 這些物種不見了 這些森林不見了 毀滅了 北投的美不見了 下一頁 這就是我剛剛跟您講的 全台灣最珍貴在北投山上 丹鳳山上才有的 黎兵岩床 湖穴 全台灣只有這裡有 可是核發了建造 所以這個都是建商破壞的現況 這都是建商破壞我們自然地景的現況 因為它是私有地 它就可以開發 我們在審照的時候 只要它是私有產權 它只要達到基本的水土保持的規範 就讓它開發 但我們忘了去做地質調查 這裡多珍貴 全台灣只有這裡有 可是你讓建商在這裡蓋房子 受破壞 下一頁 最近我也調了 大地工程處去開了一些罰單 就是因為這些建案林立 然後都為依水土保持 這都是我去盯的 我去要求的 因為山下的社區都看到 類似土石流的狀況發生了 我才打電話叫大地工程處派人去看 我要求你們去看之後 才開了罰單 如果不是當地居民跟我反應 如果不是吳思瑤打電話給你們 這些罰單建商也不用繳 繼續破壞我們的山林 繼續破壞我們的山林 來 所以市長我今天非常沉重 我原本以為這個週末 您已經看了看見台灣這個電影 如果您看了您真的 尤其它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篇幅在講 山坡地的爛肯爛法 過當的開發 當您跟著齊柏林導演的 他的camera 他的那雙眼睛 去看我們的山 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翠綠 已經怎麼樣被我們的利益 利益熏心給強害的時候 您絕對會去遏止這種行為 我要求幾件事情 您只要具體正面的回覆 這都不為難 第一個 山坡行巡查的工作 請全力來加強 不要讓丹鳳山 永遠是火燒山的 火燒山的這個叫基地嗎 常常在上面 防範森林火災 我們全力來做 這個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第二點 整個登山步道 其實非常多登山客 喜歡來這裡 就是因為它非常豐富的地景 但是沒有任何的告示解說 我剛剛跟市長整理出來的 生態奇言 地質擔縫 這個部分的文宣 市長 這個都是我們奇言社區發展協會 很多的教授專家學者 還有我們的媽媽 志工們自己製作的 這件事情應該是政府來做 然後公民來參與 珍貴的地景 我們做成告示文宣 像這一本 丹鳳山的文化生態 不錯 非常多年以前北投去公所做過一本 但現在也沒有了 所以 可以落實生態環境教育 這個也沒有問題吧 第三個 我由專家學者來進行地質的調查 這麼珍貴的地景 我們值得保護 目前只有民間在做 民間在做 這個可以嗎 對不對 因為我剛告訴過你 全台灣最珍貴的地景 只有這裡才有的 黎兵狐穴 黃金劇場 第四個 這是重點 我們應該利用各項政策工具 利用各項政策工具 全力來維護 丹鳳山的自然景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條它所定義的文化資產當中 一項就叫做自然地景 就是我們現在拿來認定北投石 它成為自然紀念物的那個法律授權 自然地景是應該如同文化資產被保存的 如果我要求你們啟動專家去現場探看 如果它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自然地景 我們就應當保育它 保存它 如果它是在私有地上 我們用什麼樣的補償的方式來賠償地主 我們要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只有一個 不要過當開發 把山林還給山林 把自然地景給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政策工具 文資法是一個 然後擴大保護區的認定 都市計劃的手段 它也是可以的 江副志祥您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也是可以的 您如果去走一趟 您就知道這是我們該做的事 最後一個 從嚴審查現在所有的建案 它還會再增加的 不是只有七個案子 而且建商跟建商之間不斷的在換手 不斷的在買賣 市長 看見台灣山林的破壞 丹鳳山的自然地景的維護 您是不是可以正面承諾 我先請都法局跟副市長 然後我在最後整體 好 跟議員報告 第四第五號 我們從都法局的角度 從都市自然景觀的保護的關聯 我們可以馬上去檢討 謝謝 就是用我們都市計劃審議的政策工具 來維護它 當然文化局長要協助 文化資產自然地景的認定要介入 好 江副市長 我想我會跟他們一起協調 把這個 好 您會是跨局處的協調 好 議員你剛才提供五點 這五點 有四點我都肯定 而且認同 哪一點不肯定 第三點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 如果沒有我們絕對去做 專家學者進行進行調查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了 這個地方的地景調查應該有 如果有我們當不重複 沒有的話我們絕對去做 我手上這一本 已經是年代久遠的 我知道 因為我 以我了解 照理說整個地景地質調查 應該是 我會先查 有沒有 這個是文件會有補助 但是文件會是補助我剛剛說的 其延伸害 這原則上我認同你的看法 台北市 這是台北市的土地 我們自己該做就來做 沒有道理委由中央 或是委由民間自己做 做了以後你才知道 他的地質有多珍貴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我今天講了幾個主題 其實我肯定議員 對這個事情的深入 那我在同意 最後20秒 第一個 新舞台的保存 它涉及文化資產 第二個 我們的丹鳳山 它涉及整個自然地景的保育 第三個 奇岩生態社區 山下的16.88公頃的奇岩生態社區 這是市長您做的 最好的一個生態社區的標杆 好好落實它 不要讓它超載 這是我今天這一次總質詢的三大主軸 我們共同來保育 台灣的美 北投的美 文化的美 謝謝